嘿,这里是丁Lab宇宙电台 你清早迷迷糊糊的出门 一面一只巨大猫咪正盯着你看 还时不时舔舔爪子 你瞬间就清醒了 以为你终于见证了物种变异 猫咪捅是地球 定睛一看 却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块大屏幕 这块屏幕是如何欺骗你的眼睛的 和我做一个小实验 将右手食指竖在眼前 你就会...对眼 用左手挡住一只眼睛 观察这根手指 记住你看到的画面 现在再换另一只眼睛看 你会很容易发现 两只眼睛看到的手指画面是不同的 这个影像差异被称为视差 一只眼睛无法判断物体的远近 而经过大脑的双眼视差的解读和远近判断 三位立体的影像才得以构建 我们看到的3D电影就利用了这一视觉原理 通过特殊镜片过滤光线 使你的左右眼分别看到不同的画面 你的大脑会将其拼合成立体的图像 让你觉得电影里的人物跳出屏幕 来到你的身边 那么裸眼3D就是不需要借助眼镜等设备 我们也能看到立体的视觉效果 先区分一对概念 裸眼3D技术不等于裸眼3D视觉效果 如今主流的裸眼3D技术是光屏障技术 或者柱状透镜技术 通过特殊的屏幕来实现3D效果 相当于把3D电影中的眼镜的作用 转移到了屏幕上 任天堂的3DS游戏机就利用了这种技术 问题是特殊屏幕的3D区域是固定的 因此看到3D效果时 既不能移动也不能晃动 玩游戏时稍微手抖就会觉得头晕 而我们看到的巨型猫咪并不是什么特殊技术 而是一种视觉魔术 是利用视错觉形成的一种伪3D效果 想弄明白魔术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它拆解开来 直观来看 这些屏幕通常有一个转角 可能是直角或者虎角 这就为立体空间埋下了铺垫 屏幕的尺寸也要大 这只猫咪所在的屏幕宽18.96米 高8.16米 足足占据了150平方米的显眼位置 屏幕分辨率至少要是4K画质 够大够清晰才能让你混淆真实和虚拟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裸眼3D效果的素材 拆解成主体部分和背景部分 背景中通过画面的阴影明暗 内部细节和折角屏的配合 创造出平面的纵深感 从而让你觉得这里真的有一块立体空间 再看主体部分的立体感 一段视频像这样 加入一些黑线和边框 并让物体的一部分遮挡住黑线 我们就会感受到3D效果 这是因为我们习惯认为 屏幕内的画面是假的 而屏幕有边框 当设计师在画面里人微制造边框 你就会误以为这是屏幕的边框 由于近大远小 近处物体会遮挡住远处物体的透视原理 当主体出光时 它就好像冲出了屏幕 比如成都太古里的飞船 右边的屏幕被设计成全黑的 这是为了让飞船呈现出出框的效果 从而混淆你的认知 当主体和背景共同呈现在屏幕上 由于我们需要站在地上仰视画面 设计师还要人为制造畸变 在确定观众的观看角度后 根据屏幕的结构去渲染视频 使其符合透视原理 也正因如此 3D大屏的内容都存在一个最佳观察视角 换个角度 内容的变形就穿帮了 这也是视觉魔术最大的bug 魔术会被揭晓 但我们无法忘记看到魔术时的震撼 随着3D大屏的普及 数字艺术能够走出美术馆 走上街头 和每个路过的人交互 跨词源创造艺术 户外广告拥有全新的展示方式 用更大的舞台承载设计师们的脑洞和创意 城市文化也因此增添活力 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 屏幕空间将成为新的旅游地标和城市名片 为城市带来科技感的未来魅力 屏幕内外正趋向融合 世界的边界也随着想象拓宽 而我们对此满怀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